玩的就是心跳,打的就是风骚 大家好,我是苏伊赛德 在上期视频的末尾,我们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小测验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揭晓答案 如果还没有看过题目的小伙伴 可以先到上期的最后去找一找 自己先思考一下,再回到这里来跟我们对答案 好了,那么也是简单回顾一下这手牌的整个过程 在flopter上,我们连续两枪超时都被MJ在前卫 check call了下来 到了river,MJ又在前卫反主动直接超时all in 那这手牌也是要像我们上期讨论那个主题一样 首先要去评估一下MJ是不是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 或者说MJ使用的是普通的物理攻击 还是根本看不懂的魔法攻击 那么相信大家从上期的MJ勾嗨抓炸 这手牌也看得出来 MJ是一个讲逻辑,讲道理的玩家 那这手all in代表的要么就是一手大刺花A花 要么就是纯空气 不太存在我们这里用三条石扩开之后 MJ是一个底顺这种情况 那我们这里基本上也是要从两个方面去思考 首先我们推上这一项超时 在前面打的过程中也是跟大家解释过 也是含有某种阻止住的意味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river不出攻对面的情况下 对手也能够过牌给我们 让我们比较容易去摊牌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单张顺便的童话面上面 但是既然对手在river又直接超时推了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阻止住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失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三张石的牌力 已经不能够支撑我们在这手牌上去打光自己所有的后手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比较倾向于一个棋牌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MJ的视角来考虑一下这手牌 首先我们在flop特上都两枪超时 特别是在特上出了童话的情况下 我们继续的超时打 其实从MJ的视角来看他不太能够看得清楚 我们这里到底是拿着非常大的牌在这里打两枪 还是说我们在特上打一枪重的 希望在river去摊牌 这个对他来说是判断不了的 所以从MJ的视角 如果他只是像很多留言的小伙伴说的那样 一张带着草花A的听牌失败的牌 在river转bluff 其实对他来说这个压力也是相当的大 难度也是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这里的小两张草花或者说带着一张大草花的顶队 抄队 比如说一手KK 是有非常大概率要去抓他的这一手超持bluff 那换一个角度说如果MJ真的是咬牙 特上花了非常大的价钱去买一个自己在river中牌之后 很难打到任何隐藏价值的牌 那么这么来想的话其实也是非常不划算的 所以综合第二方面的这几点我们觉得MJ大概率是在特上已经听中了他想要的这个草花铜花 那事后我们跟MJ也确认了一下他这里确实是一个在特上已经成了的那子花 那么话再说回来这个第二方面我们站在MJ的角度去想这手牌 也是基于MJ本身是有一个正常逻辑正常思维的玩家 而不是说在这种面上拿着两对就打打打 好了那么这手牌我们就跟各位对答案对到这里 我们本期视频作为这个第五季的最终章 这个主题可以说也是一个极大成的概念 朋友觉得多人池 也是相信各位在看了我们之前很多期的视频之后 了解了在德州扑克朋友局桌上各种各样的花式操作 难以想象的剧情 那么在多人池相对于单挑来说 可能你需要考虑更多更复杂的情况 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打法 有的魔法攻击有的物理伤害 这些都是要纳入各自的考量 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里面 我们又该怎么去运用我们在之前很多期视频里面提到的各种不同的思维 我们又该怎样去生存 另外再多提一句 在本期视频结束之后 我们也是会在新的频道继续为大家更新 第六季以及后面的全新内容 大家可以在本视频下方的这个视频简介里面找到新频道的链接 希望大家也是多多订阅 不要错过我们后续的精彩内容 好了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进入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第一把我们在视频的这个左下方 这是一个七人局拿到了K圈不同色 在Saleway吧应该是 我们也是通过几手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之前可能在很多视频当中都提到过的一些朋友就常见的一些情况 或者一些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错误 以及我们在这样的局面下面怎么去处理 又是在一个多认识的情况下面 该怎么去分析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对手 这里我们在Saleway K圈不同色跟注 其实这里有想法的小伙伴去起一个3BET 也不是不行啊 这边是聊了会儿天 Flop A20 我们这里一个卡顺后门纳瓷花 还是可以小小的展望一下 大敌勾勾勾之后 右路上继续CBET55 我们这里肯定是一个跟注 结果大敌勾到了175 这里对我们来说 有一些难处理啊 如果优势上走掉的话 我们这里其实也没有太多必要去跟 但优势上没有思考太久 选择了跟注 那我们这里跟我们来说三个人 无论是赔率还是隐含赔率都还不错 Tour一个比较空气的黑桃5 补到了34吧 但其实不太重要 我们这里卡的是一个纳瓷顺 所以这个牌面上出什么牌对我们来说问题都不大 大敌勾继续打250 这一枪非常的轻啊 因为他的Flop上已经锐到175的情况下 这里只是个250 我们这里既然扣了175是吧 而且右路上也继续的跟注 那我们这里也是个跟注 我感觉那一波不是 我们这里买的是个纳瓷顺 所以还是卡的话 还是必须去卡一下 River卡中了这个红心钩啊 我们最想看到的一张牌 不是一个方片 结果大敌个OIN505 这里优势上还在思考 其实这里 优势上其实给了我们怎么说呢 这手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助攻啊 不是他的话 我们可能也看不到这个River 优势上 优势上先是选择了个跟注 然后调整了一下宣布OIN 我们亮出了自己的纳瓷顺 其实River这个勾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隐蔽 前卫的Liver上扣住之后 我们这里赔率和隐含赔率都还不错 而且卡的是个纳尺寸 所以不太存在说 我们卡中了一个顺子 还要去担心别人有更大的牌 那这牌Ulton到底是一个什么牌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讨论了 那我们再来说说大敌哥 大敌哥这手A10 在flop上切克里斯这个尺度不是特别大之后 被后面两个人跟住 在特上相对来说 一张比较安全的黑套5出现之后 骑士在这里自己应该已经有一些危机议色才对 应该要去下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柱 清理一下战场 只留下一个对手 甚至是直接收持 A10在这里虽然看似还是领先 但随时有可能被返潮 所以在特上确定自己大格力还是领先的时候 大敌哥这里其实应该是一个all in 那这种情况 我们在之前某一期视频也是有做过讨论 在flop特上面对多人持 自己这种软绵绵的下注 导致继续是个多人持情况 大家一起看到River 那你这里感觉是被我们的K圈返潮了 下一次是被别人听前门花的人听中了花 再下一次可能是被别人的A3 A4卡中了自己的后门顺 所以你老是觉得自己的顶两队或者这种大牌 在River被别人核杀 老是觉得自己运气太差 明明可以在Tur上解决的战斗 虽然从我们自己这个视角来看 我们运气比较好在River卡中了想要的这张勾 但是从大敌哥的视角来看 他这套牌这么软绵绵两枪 迟早要玩 那这套牌里面如果没有Ulo上的存在 我们flop上可能就已经走掉 那Ulo上这里最佳助攻奖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手牌 第二把 我们还是在这个视频左下方这个位置 在Sealway Open到了45 可以勾不同色 这种牌都是可能 重牌不一定很大 但是可以有无限潜力 后面的Shift 牧羊哥在 在Hijack位置跟注 那我们这里不是个COA 我们这里应该是个 Chunker位 这个位置显示的不是特别正确 Wiha在小芒 也跟注 三人池 9个勾 舒服 看到这个面是吧 赢了 但这个面其实怎么说呢 危机四伏吧 可以这么说 有听花听顺 各种买的 我们这里打了个130 先放牧羊哥跟注 因为我们手里既没有 红心是吧 也没有圈十这种牌 没有挡任何的听花听顺 看看Wiha在这里怎么思考 Wiha也选择了个跟注 想这么久 是在想加注的事吗 那我们面对三个人的话 特尔出了这个红心十 结果我们三个人都过牌 Wiha一个红心八 八九十钩是吧 我们继续过牌 有点没看懂啊 在特尔上出花 大家都不打 大家到了River 牧羊哥准备开枪了 这是个什么操作 后门花也能跟着吗 在攻对面上面 牧羊哥打了一个205 这里我们基本上只能接受一手 A9不同色带红心 A这种牌啊 其他的牌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还有听顺是吧 很难受 但是这个特尔上出十 出红心十之后都没打 这个真的很 很尴尬 我们这里已经有点看不懂了 在特尔上大家都过牌之后 但我们这里肯定在River 不做过多的挣扎了啊 不管Wiha做什么事 我们肯定都弃牌 Wiha又回到了600 那我们这里是直接一个弃牌 没有任何的想法 但是主动 我笑我笑我气 谢谢你 谢谢我笑我笑 谢谢我笑我 孟雅哥没有想很多 Wiha亮了自己的红心圈啊 圈十 听两头顺 听说自己这个铜花顺 沐阳哥亮了一个自己的红星A 另外一张牌没有亮 但是大家从刚刚那一瞬间 可能可以看到是一张黑桃石 那这首牌首先从我们这个视角 两个字吐血 威哈这首牌还能说得过去吧 在flop上一首两头顺 在特上听两头铜花顺 在River还真听中了 但是沐阳哥的这首跟著 就不太能够打动我们了 做了一个可能比较没有意义的动作 在flop上后门花顺在弓对面跟住了一枪 还真给他买中了 结果输了一大桶 flop上直接走人 就没有后面这么多的故事了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在之前很多首牌里面 一些看似非常干燥的面上 结果也能够打得七七八八的原因 很多的小伙伴拿着一些 你可能根本看不懂的一些牌 在那里跟住 在那里打打杀杀 当然这个也是朋友觉得常态 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放松 比较无所谓 那这首牌只能说本来就不属于我们 幸好我们也只开了一枪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首牌 第三把 我们在视频这个右下方 右下方这个脚上面 圈二不同的 但是我们这里做了一个straddle 再给镜头看一下 圈二不同的 这种牌 我们是一般来说不会玩的 但是前面小盲和大盲的 vihara yolo上都是选择了limp 我们这里被迫入池 贼难受 入此之后70圈 我们又击中了这个顶队 说不出的尴尬 Vihara前卫直接50开枪 对于这一局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 我们在这一局是怎么处理的 结果右上跟住之后 我们选择了一个跟住 但是如果按我们现在打法的话 不太能够按照这样一个剧本进行 我们可以在后面再来一起讨论 这里在团上出了一个 草花八 前面花到了 我们确认一下自己手里 是有一张草花二的 虽然不太的重要 但也是一个信息是吧 Vihara过牌之后 右楼上打了个80 我们在位置上三人之中还是有优势的 我们这里选择了一个跟住 看看我们这项跟住 能不能让身后的Vihara走掉 因为这个面 其实听牌已经很多了 有9 还有一些单让的大草花 或者一些什么小两段这种牌 或者什么5 6这种时候 是吧 都是有可能Vihara也选择了跟住 看看River River River一张方片石 这个石 不太好去评价 但是出了这个石之后 如果说在 特上有花的人 是不是River会去担心一下 有机会 帮助我们去摊牌 结果优路上继续打205 我们这里很难受 本来我们位置上是有个优势的 结果 在优路上领先下子之后 被卡在两个人中间 就很头疼 其实我们这句评判 我们是大概率领先优路上的 但是我们这里 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前面的Vihara 如果说Vihara是在 我跟优路上之间 优路上打一枪 Vihara起牌的话 我们这里大概率会跟住 但是身后的这个Vihara的牌 就没有办法去思考 因为Vihara是有可能有大牌的那个人 在Turr种花 或者说在River种下大牌之后 选择过牌 而我们都知道 优路上在Turr上打了之后 被两个人跟住的情况下 River大概率是要继续开枪的 不管他是Bluff 还是一些可能的小成牌 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在这里顶对 确实没有办法去跟住这一枪 如果我们跟住Vihara再推出来 我们这里就纯洗澡了 尽管Vihara这里有可能也只是一个 拿着单张草花A或者草花K这样的牌 在River听花不中 但奈何我们要先与他行动 所以虽然说我们在三个人里面是最后这个位置 但其实在Yolo上下注之后 我们这个位置卡在两人中间 最后不得不选择一个起牌 很难受 我们这里判断我们是大概率领先Yolo上的 但是基于我们后面的Vihara的存在 很难受 Vihara果然 All in 625 这里是我们说的就算Vihara这里真的没牌的话 如果Vihara是在我们当中间 他会基于我们在最后的这个位置而选的起牌 但是Vihara在这里看到我们起牌之后 他这里就可以拿着一些单张的草花A草花可以在这里推出来 因为他跟我们都知道Yolo上这里大概率是没牌的 这个牌确实也是比较可惜 因为我们在River是有机会领先的 打完这手牌之后也是比较的上投 在三身池里面另外两个对手都知道Yolo上在偷 即使你认为前Vihara两次过牌没有太大的牌 那么身后还有一个一直在默默跟住的我们 虽然我们是一个struggle way check入池 但18 17这种牌或者是一些小的铜花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Yolo上偏偏相信他自己能够偷得下来这个底池 开了一下之后把可能是三个人当中间 首牌最大的那个我们打走了 留下了一些可能也是听牌破产的Vihara 在那里一枪all in收下了这个底池 但话说回来这里其实也很难说 Vihara是不是真的有一手大牌在那里一直蹲 所以这里7牌也是没有其他的选择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手牌 最后一把我们在视频的这个基本上正中央 AK不同色 终于这个手牌质量又提升了一个等级了 冲哥在CO位open120 Leon装位跟住我们大忙位慢打一手AK 基本上不中就弃牌了啊这么一个思路 结果K17这个面比较可以说对我们AK来说比较的优秀啊 没有太多的一些威胁的牌面 过牌之后冲哥打了一个140 这里装位的Leon 想了一会选择了跟住 我们这里也是选择了跟住 其实在这个地方很多小伙伴说 是不是一手CHECKRES更好一点 基本上Leon如果在这个面上是一些89这样的两头听顺 或者是一些听花的面 无论我们这里打多大都是不会走的 那如果在这样的面上就让我们去打光的话 其实也显得一些不合理 所以我们这里在flop上只是选择了一个跟住 那么思路也是基本上等到Turrent上出了一个比较无关的牌之后 再来选择一手CHECKRES 尝试去收持 这个也是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跟住一枪的这个基本思路 并不是说想再去多套一点对手进来 而是说我们担心这里Leon拿着一些什么两头听顺或者听花就来跟我们拼命 那就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波动 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Turrent一张方片圈 虽然没有出这个红星啊 但是这个圈其实看似已经有一些危险了 但我们这里还是决定过牌来一枪CHECKRES 不能在Turrent上结束之后还是一个三人尺 看看这里 冲哥直接在810的底是打了一个1300 Leon起牌之后这一项有点属实把我们打懵了啊 这里其实这个局面就有些复杂了 在这样的面上其实有很多的两队 甚至是A勾这样的顺子 虽然我们这里没有表现一个太强的牌力 但是我们得考虑一下 我们三人当中间Leon是在场的 那冲哥和我们肯定都有这样的考虑 在Turrent上出一些可能不太相关的牌之后 要去尝试一些中注 至少把可能是在听牌的Leon给打飞 形成一个单挑或者直接收持 所以这么来想的话 冲哥这一首1300可能并不能真正代表他的这个牌力 有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顶对 在这里只是想去尝试把Leon抬走之后 跟我们形成一个单挑或者直接收持 而Leon的很多听牌在这里满持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所以冲哥这1300的下注 对我们来说就有很多可能 或者说冲哥也是一些什么K勾这种顶对两头顺 或者是什么K9红心这种牌 一些顶对带一些听牌的概念 但我们这里Race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空间了 而且我们这里拿掉这个看似还比较关键的一张红心A 所以冲哥在这里一些听那次花的一些带队组合 也就相对来说比较的少 那这里我们就更倾向于冲哥是一些成牌 所以量在这其中也把这个局面变得非常的复杂 我们需要去考虑不光是下注那个人 还要考虑他下注这个马量到底是冲着谁去的 或者说是有些什么的考虑在里面 我们还选择了个跟注 我们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在这里领先 River出了一个红心4 这个红心4出来 我们觉得自己这里有可能领先了 因为我们拿着红心A的话 冲哥那么一枪中注在他上 像成牌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太多同花的可能 但我们还是选择过牌 准备去抓炸 结果冲哥亮牌了圈2红心 所以可以看到冲哥这枪圈2红心在他上 其实可以算是一手非常尴尬的牌啊 在他那个时候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一手过牌或者是一个相对来说 不是太大的一个下注 可能会效果比较的好 但是基于我们当中间做这个量 所以导致这个下注可能有一些变形 也让我们的这个思考跟着有一些走样 那在他上成功打走了力量之后 在River冲哥即使听中了自己的这个同花 也没有敢去再去开最后一枪 就是因为在他上这一枪已经非常变形的1.5倍 底持的下注被我们抠住了 对冲哥来说他自己其实也没有太想明白 这一枪出去如果被我们抠住的话 到底代表了什么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的常态 本身有很多可能思路比较独特的小伙伴 再加上有一些平时思路比较正常 但是在面对这样一些思路惊奇的小伙伴的时候 会有一些动作变形 所以我们这种牌在他上确实有考虑过弃牌 但是基于我们对对手以及我们三个人的 这个相互之间的牵制 相互之间的这个思考 觉得自己AK在他上依然够好 但是很不幸啊 这个被核杀却什么又有什么办法 那么本期视频作为我们第五季的最终章 我们是跟大家一起看了几首 关于朋友局多人池的这个处理 我们在多人池里面究竟该怎么去思考 该怎么去判断互相之间的这个微妙的关系 以及在我们朋友局多人池当中 其他一些小伙伴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么从这些手牌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的主题 相当于是某种意义上的汇报演出啊 大杂烩 也是希望视频前的各位小伙伴 能够从我们的这个讨论当中 获得一些不一样的思路 帮助大家在朋友局当中更好的生存下去 或者说更上一层楼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视频的介绍区也贴出了我们新频道的这个链接 我们也会在新的频道为大家继续更新第六季 以及后面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阅 我们期待在新的频道与你再次相会 好了那么我们本频道的所有视频 就为大家更新到这里 我是苏伊赛德 我们在新的频道 再见 再见